花莲慈激医院承接了农委会第七类人员施打专案 从7月5号到7号 而开始为花莲县各类批发市场、屠宰市场 第一线工作人员施打莫德纳疫苗 而8号周四则是预计为花莲台铁员工进千人 在花莲高工体育馆来进行施打 花莲慈激医院五日起一连三天上下午时段 为花莲县各类批发市场、屠宰市场第一线工作人员施打莫德纳疫苗 三天预计为近700人接种 以不进入医院每半小时30人的方式来分批施打 我们大概在花莲县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上下午 我们为这个蔬果、批发以及市场的这些 主要是批发的流动的这些人员施打疫苗 为什么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很重要 常常送很多的蔬果、肉品到市场 然后市场会跟一般的民众接触 所以如果为他们打了疫苗 他们不会被感染的话 我想这个对于民众来讲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那当然他们来打疫苗之前 快筛都已经是阴性的 那么这个人数大概有将近700个人 那在礼拜四开始我们会为铁路局 整个花莲县的铁路局的员工呢 大概有一千个人会开始打疫苗 那也是大概要打一个礼拜的时间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一个时间里面集中来 那这些花果、这些运销、蔬果的人员 也是他们非常辛苦 也要工作 那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会在花工的体育馆 会为75岁以上的老人家 继续有一个大厂的集中的一个打疫苗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预估 但是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在中华国小打了927人 那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7月8号会是第二场 华联慈院表示 包含员工、承销商及外包人员、载运人员等 批发市场、屠宰市场第一线工作人员 通常移动范围广也会接触不少民众 属于高风险人群类别之一 周四开始则为花联铁路局员工近千人 在花工体育馆安排施打进一个礼拜的时间 呼吁符合资格人员尽早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接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